如果你的預算是在5萬之內的 不要超過5萬 5萬以下 還有沒有什麼可以推薦 所以我今天帶來一些 就是5萬以下入門的包款 那當然剛剛大家拿的很多 是一線的精品 但是我這邊就是融合了 一線的精品跟一些設計師的品牌 我覺得有些小子女 她可能也想入門 那我建議大家就是 如果你要入門然後保持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叫做經典 所以經典基本上就是 它有保持性 然後它就是可能不會退流行 所以簡約款式會比較多 比方說像我手上的這一款 這兩款它就是英國的 這個包包女王的品牌 就是很有名的那個紅唇包 那紅唇包裡面你可以選 這一款它的名字也很霸氣 叫做 它是來自想像那個英國皇室 王室或者是他們那些 英國很有態度的女人 他們都會拿那種比較中性的 對 公式包 那這一款其實它 公式包 沒有 他們都會拿一個小小的 迷你的那一種 像這一款它的價格就不高 大概一萬 一萬八千左右 你是想得跟大家想得不太一樣 那不貴 對 一萬八千左右 還滿好入手的 你看Made今天穿黑色 其實這樣拿就很有味道 女王 就是女王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講到這種方包的話 像有另外一個品牌 就是法國很多國民包的 折疊包的 他們今年秋冬 其實也推出了這樣的一個公式包 這個公式包 你看它上面就有很多的立體的壓紋 跟一些金屬的錨釘 然後是比較深一點點的顏色 像這一款的話它大概 三萬五左右 或者像這樣子 如果說你想要再更精品的那個感覺 其實這一款就是那個C牌 C牌它今年推出的一個新的包款 叫Mini C 就是用它的那個品牌logo 去做一個最大的buckle 那這一款的話 非常多的韓星喜歡 像現在什麼韓劇裡面IU什麼 他們都背這個 那你可以看到它裡面最大的特色是 現在品牌都會用 不同的材質做一個層次的延伸 那看起來你會覺得很低調 為什麼介紹這種 問題是這種包包你五年後還是OK 經典 像智希今天穿這個 有點像它身上這種奶油慕斯的顏色 它背起來就會非常的美 這個很貴 這個也不貴 這個見家長很適合 這個大概四萬多 但是它會打折 對 它有時候會打折 但是好的款式都會被搶掉 另外像這個品牌的話 大家都知道 知道 它也難得有一些比較屬於 大概五萬以下 像這一款它這種綠松石的顏色 倦勇的顏色它大概才三萬八而已 然後它也是一個立體的方包 所以其實也是有一點像 公式包的那種特色 所以你看到 以前我們講比較經典 或者是說 好像可能50年前 60年前的人 就會用的 它在輪廓線上面的採用 都是比較沉穩 內斂的感覺 不會像現在有這麼多的變形 可是如果你喜歡一些 變形款的小包也有 對 流行性的 你看像這個 好可愛 這一款就是那個 時尚大帝卡拉菲爾的牌子 你看它這個皮革 把它的馬尾還做出來 對 超可愛對不對 然後這一款不高 一萬五而已 對啊 智希 這個我就建議女生一定要 鞋杯 或背腰帶 或背腰帶 當腰帶 對 好可愛 好可愛 這滿可愛的 對啊 一萬五又不貴 對 然後就是 我覺得女生還是要看妳身高 就是高矮 去選擇那個包包本身的大小 像子晴的身高 我覺得選這個就剛好 可是大飛 杯就會像 妳弄成腰包 這個大小就不行 會真的像收 會錢 不會啦 今天可以啦 他跟子晴差不多高吧 真的差不多 是不是會 稍微高一點吧 一點點 可以當腰包 然後你看今年很多鞋杯的小包 像這一款是東倫敦的英國品牌 它就是很便宜 不到一萬 然後這一款它比較大的特色是 大家看到從去年延續 很多的設計師會在 肩杯袋上做一些變化 比方說吉他杯袋比較寬的 然後像現在還有這種 兩種不同的材質拼在一起的 所以延續剛剛他們講 你還可以兩個一起杯 杯這個 還是杯這個 還是不要杯 這樣撩下來 其實它也有各種的層次去玩 另外就是有一些經典 像這一個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但是現代女生很流行時尚街拍 對不對 我們講這個Speedy系列 其實它是 大概在60年代的時候 它推出來 可是最早它是比較大一點點 30厘米的 可是後來奧戴利赫本 就是我自己覺得最美的女生 她就是想要小一點點 所以這個叫做25的Speedy 就是再小一號 然後為什麼會後來 全球人都會很瘋狂 因為它是第一個改革旅行帶的 所以它也是奧戴利赫本 等於算是機場穿搭的先驅 它就是拿這個在機場的時候 大家就驚豔 所以這個品牌 它不管出什麼樣的款式 後來後背包 各種變形款 這種基本的Speedy它一定會有 男生如果是大飛就可以選大一點 像你剛剛那個 所以我剛剛講 你為什麼那個是值得的 因為這種包型是 不退流型 對 他們可能在30年代剛開始 那個交通工具改變的時候 他們需要有一種快速 所以為什麼它叫Speedy 就是旅行 快速 然後便利 它可以放很多東西在裡面 所以它代表一種人類的歷史 所以你拿大的 然後你的另一半拿小的 我覺得很好看 真的 當然還有就是腰包 順便講 如果說你要前衛一點點 你看這個 這個腰包 它也是大概1萬多吧 1 2萬 然後秋冬的時候 它這個毛簪的設計 會變成一個主流 所以像這種包包 我覺得男生背也是OK 就是把它背在胸前 這個大飛就很適合 這個尺寸 真的很好看 對 或者是像這一款 跟大家預告一下 明年秋冬一定會大量流行的包款 就是這種 它有好幾塊 所以你在收納的時候 你可以什麼東西擺著 什麼東西你自己決定 蛋夾 蛋殼 像蛋夾一樣 對 這很好玩 這個也才1萬7千塊左右 就算是哪來呢 你不是說的 那是 我可以說的 這個大飛就 這個小飛就 那是 我們可以說的 到